大家好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陶瓷工艺学第四章 右层的性质第四节 配右的适应性 什么是配右适应性呢? 它是这样定义的 配右适应性是指陶瓷胚体 与右层有互相适应的物理性质 主要是指热膨胀系数相匹配 从而保证右面不至于均裂或者是剥落的性能 从下面几幅图片我们也可以看出 右层的表面明显的存在着一些裂纹 或者是剥落的缺陷 这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指 右与配的膨胀系数不一致 从而导致右面产生了硬力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 右层出现硬力的原因 就是我们刚说的膨胀系数α的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当右的膨胀系数大于配的膨胀系数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负右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右的膨胀系数小于配的膨胀系数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正右 当右膨胀系数与配膨胀系数二者 极为接近的时候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下 右中硬力的存在状态 首先当右的膨胀系数 大于配体的膨胀系数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在加热的时候 右的膨胀要大于配体 在冷却的时候 右的收缩也会比配体要大 通常我们在考察右中硬力状态的时候 我们考察的是右层在冷却时候的变化 而不是在加热时候的变化 这是因为在加热的时候 右在高温下以流动的玻璃态存在 硬力会得到极大程度的消除 而在冷却过程当中随着粘度不断加大 右层中的硬力才会被储存在右层当中 同耳对陶瓷胚体起到破坏作用 如果右的膨胀系数比较大 我们刚才说就意味着在冷却过程当中 右的收缩也大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PPT所呈现的状态 右的收缩大 胚体的收缩小 就会造成右层承受拉硬力 这样子的拉硬力会导致右层 不再能够平铺胚体的表面而使它开裂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相反的情况 当右的膨胀系数小于胚体的膨胀系数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在冷却过程当中 右的收缩也比胚体的小 你就胚体的收缩大 右的收缩小 这个时候就会在右层当中施加一个压缩的硬力作用 这样的硬力作用会导致右层的剥落 当然如果右的膨胀系数 与胚体的膨胀系数非常接近 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那这时候右层中的硬力很小 或者没有硬力 这缺陷难以出现 但值得指出的是 我们的陶瓷的硬以及胚体都属于典型的脆性材料 而我们脆性材料的耐压强度 要远远的高于它的抗张能力 因此呢 开裂的情况要较右层剥落的情况更容易出现 也就是说 当右层中承受张硬力的时候 哪怕极小的张硬力都有可能导致右层开裂 而当它承受压缩硬力的时候 在相当程度的压缩硬力才会导致剥落 因此我们希望 右的膨胀系数要接近于胚体 并且稍低于胚体 从而将右面缺陷的产生降到最低 从而减小右面缺陷的产生 刚才我们分析了 右层出现硬力的原因 主要是胚和右的热膨胀系数的差异所导致的 那如何判断右层表面的硬力呢 通常有两种方法 可以采用右面的弯曲观察法 也可以采用偏光显微镜法 弯曲观察法主要是通过观察 右面的弯曲情况来判断 是一种半经验的方法 而偏光显微镜法 则从列纹的颜色加以判断 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右层中的硬力分布状态呢 首先是右层的厚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说薄的右层会有利于胚右的结合 这是因为在断烧时候 薄右层组分的改变比厚厚的右层相对要大 会降低右的膨胀系数 从而使胚右的膨胀系数更加接近 同时会使得胚和右中间形成一层良好的中间层 有利于提高右层的压硬力 使得胚右结合更加紧固 其次右层的厚度会影响右层中硬力的分布状态 硬力在右层的厚度中分布是不均匀的 越靠近胚体表面的右层所承受的压硬力越大 而在右层的上表面的压硬力逐渐减小 因此呢过后的右层会导致右层表面承受的压硬力 而转变为张硬力从而使得开裂的情况更加容易出现 但是也要注意右层也不能太薄 右层太薄容易发生干右等等缺陷 一般透明右的厚度约在0.1到0.2个毫米 而乳着右和色右的厚度一般为0.2到0.4毫米 而除了右层的厚度之外 胚右中间层的形成也会对右层的硬力产生重要的影响 什么是胚右中间层呢? 中间层是指胚右化学组成不同 在高温下二者成分相互扩散、溶解、反应、结晶 生成的一层组成和性能介于胚和右之间的过渡性的物质 这张图片显示了宋代官耀的一个三足炉的胚和右的中间层 中间层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说中间层对于加强和巩固胚和右的结合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一般而言中间层的膨胀系数会介于胚和右之间 它会使得右层上瘦的张硬力减小 良好的中间层可以缓解胚右由于膨胀系数不同而导致的硬力 在加热的时候 中间层的扩散会使得右的热膨胀系数降低 有利于生成正右 此时右中的碱性成分渗入到胚中 胚中的锂灰成分渗入到右中 如果生成了合适的晶体 则有利于胚右结合 而反之则不利于胚右结合 例如如果生成的是真铸杖的莫莱石晶体 莫莱石晶体就像切子一样嵌入胚右之间 则有利于二者结合 但如果生成的是盖长石和方石营这样不规则形状的晶体 则不利于二者的结合 一般而言 为了生成良好的中间层 高硅的胚体适用于长石右 而高硅的磁胚一般则是石灰右 对于高钙的胚体 则适宜的为胚右或者是胚签右 这样保证胚和右的成分在高温下会发生相互的扩散 那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中间层的发育呢 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首先是化学组成 我们希望胚和右的化学组成有一定的差异 这样在加热时二者反应剧烈有利于中间层的形成 此外烧成制度对于中间层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较高的烧成温度下 适当延长保温时间有利于中间层的发育 此外用料的细度和右层的厚度也显著影响着中间层 用料较细 右层适当减薄有利于中间层的形成 那陶瓷胚体在后期的使用过程当中 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叫做吸湿膨胀 也会显著的改变右中的硬力状态 所谓的吸湿膨胀是指多孔的陶瓷胚体 其中的气孔会吸附水分或者可溶性的眼泪 从而引起膨胀导致右面产生张硬力 这就是所谓的精陶的后期均裂 因为此时胚体一般膨胀 而右层不随之膨胀 使得原本右层承受的压硬力逐渐转变为张硬力 如果这个张硬力超过了中间层的缓冲 再引起右面开裂 再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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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步